嗨,大家好,我是乙杰,今天是報道主 先提醒一下,等下有資源回收記得重一重 不然外面會很髒玩 我今天提的AI機器人就是 大家現在很多人在用AI去做Chatbot 我們在G0V其實有很多database可以用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可以做一個G0V的AI機器人還不錯 就可以讓新手找到自己想要參加的專案 對,這是我的起心動念 好,這是我的起心動念 就是每次大家加入的時候都會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今天有很多新手一定也是,就是來 然後不知道自己到底可以貢獻什麼東西 所以就會希望說我們可以 用一個最簡單的機器人來做這件事情 好,然後現在的做法就是 ChatGPT的進度感覺就是可以拯救我們已經 九年還沒有完成的Program Hub 就是我們十二四十年了 就是一個我們希望可以有一個 有點像任務版的地方 讓大家上這個網站就可以知道要做什麼事情 那這件事情就是到現在第十年都還沒有完成 所以就是一個很艱難的工程 如果我們可以在這一波裡面拯救這件事情 我覺得應該會蠻開心的 好,然後所以我就是放了這個東西 然後就在想說有什麼事情我們可以做 好,那不會寫程式我跟大家就是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現在 我用了一個現有的工具叫DarkBox 然後這個因為這是一個月前的簡報 所以它可能已經過時我也不確定 等一下可以檢查一下 那用這個工具就是把我們的Database的資料灌進去 然後如果是會寫程式我們可以試試看 可不可以用什麼方法來訓練一支有均利Database的機器人 然後這是我在網路上有找到一個解法 可是因為我看不懂所以我只能先貼上來 如果有看得懂的朋友等一下可以跟我說要怎麼做 那我們有的資料呢就是除了官網的資料 還有一個GinV的Database 就是這個現在看起來很很小的一個Excel檔 然後類似Spreadsheet的檔案 裡面有每一次的提案跟一些關鍵字可以用 那我之前有丟過一個就是先做了一次 但是就是還需要加上一些Prompt 而且它有一些使用上限 那我們就以Cofax來說 就是說到辟謠的時候大家可能都會想到GinV的Cofax真的假的專案 因為它會有群眾協作辟謠 婚姻平權這樣的關鍵字 可是我問它的時候機器人就會說 以下是GinV與辟謠有關的專案 PTT看板辟謠計畫 假新聞防治計畫 假新聞防疫計畫 假新聞防疫小幫手 全部都是假的 所以它本身現在就在造謠 所以我現在還沒辦法處理這件事情 就是今天如果我們可以解決這件事會很不錯 對所以請大家一起來救救機器人 好我的親愛在這邊 好我們謝謝怡姐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十年之前 我們還不認識 但是十年之後 畫本還沒有做出來 那我們下一個應該是請 就是T-1 就是T-1